今天是10月31号 收盘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盘面 题材权限爆发 数字经济掀起了涨停潮 那么接下来这个方向 还能不能参与 这一轮的核心看点在那里 如果大家对这个方向感到明白了 看不懂了 仔细听 大家看今天的 整个数字经济这一块 权限爆发 信创大数据 国产远见 网络安全等等 都出现了大幅度上涨 那么接下来核心看点 能不能跟踪 我们就数字经济 以及信创做个全面的解读 大家看数字经济 今天上涨的幅度达了5%点多 一根大阳线直接突 其实在昨天前天 我跟大家说过多少次 数字经济这个位置怎么办 调整就是机会 还没走完 将突破这个位置继续上涨 所以大家要注意 这一轮数字经济 它有特点 什么特点 量能 大家看 这个量能是放量的 放量上涨 属于我们说的堆量上涨 在前面 我就跟大家讲过 底部出去放量中产阳 一般情况下 一根放量中产阳 就是什么 新周期反弹信号 如果连续出现 这种放量的大阳线 那这个量能放的很大的话 那不就是反弹 就是反转 大家看一下 明显的 它是一个反转行情 所以数字经济 继续上行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大家手中有票的 尤其的票又在强势爆发的 可以躺赢 那数字经济 前面调整后 再次起来 核心票 龙头票又会是谁 我们来看 今天是批量涨停 多支票出现了一个上涨涨停 那么前排这些24厘米的就要重点留意了 这些24厘米的话 它有机会走出一个强劲的上涨 当然还有一些前期的人气票 龙头票 也是值得大家重点留意和关注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涨幅居前代的个股 一滑路这个票的话 今天是一个24厘米价 很早就涨停了 但是它的位置很低 对吧 然后出现一个底部放量涨停 那么这种票有次冲高的动力 但是大家记住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位置很低 唯一不足的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 流通值总是是达到100亿而已 在整个板块里面属于大种 相对来说偏大的 人家很多是230亿 340亿的 所以像这种票的话 它能不能持续的晋级 就要打个问号了 因为它在涨的话 会不会面临着资金的一个压力 通行宝 大家看一下这种票的话 它就有优势了 对吧 刚才说了 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看一下 这里多少 9.39的流通值 这个流通值很小 再加上它有什么 刺新股 刺新股大家都知道 压力比较少 套牢比较少 拉起来很轻松 对吧 像这种票的话 大家就可以逢低关注 可以去逢低去潜伏 后期的话 一旦做对了 有机会吃大肉 当然 找分时低点去博 也有可能会抽出了一个什么 大长腿的走势 所以大家是需要特别的重视的 数字正通 这是一只老流票 老妖票 今天直接开盘进攻 那么这种票的话 说真的 前面在这里 它拉过一波 对吧 那这波 那今天再涨的话 明天再涨 面临高位的压力 所以大家记住 手中没票的 明天 去追高要谨慎 一旦这个位置 它拉到前期的高点附近 也就这个位置 没有资金去跟的话 很容易高开低走 或者冲高回落 那如果你在高位接盘的话 说不定就是什么 就是高位站岗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新点软件 这个早盘 快速涨型 这种票的话 说真的 属于那种 加速版 但是这种 它明显的前面高位的压力 这里 对不对 66 这个压力很大 记住 今天是一个快速的秒板 那么明天的话 它应该是会开得很高 但是这个时候 大家去追的 就谨慎了 对不对 加速秒板后的一个 再加速 容易什么 容易砸盘呢 你会出现高位大面呢 一旦做错了 像前面这样子 一个大面撒下来 那你想想 亏损是不是很大 可能10个点 20个点 甚至超过20个点 对不对 所以大家在操作过程中 这种需要谨慎 加元科技 这个属于一个底部的一个 放量启动 这种票也要重视 什么意思呢 它也有优势啊 看这里就知道 流通值多少 15亿 对吧 你要突破这个底部压力 唯一的压力在这个位置 这里 这里 所以啊 大家可以找分时低点去博弈 博对了 大长腿 那同样的 博错了 要做止损 因为今天很多的票 都是出现一个放量启动的 所以你看资金的一个选择 还有这个科创信息 这个就不能说了 前期的老流票 这个票的话 我在前面跟大家重点讲过 对吧 大家记得我前面讲过 我说在这个位置 他红盘震荡 有机会走什么 走二波 所以你在这个低位 你就应该考虑做一个低吸 对吧 对了 你就吃大肉了 但是今天一个上涨 好 放量 明天命的什么 弱转强 那么像这种票也是需要重视 什么意思呢 明天他能否在这里 再次拉出一个长营 长 长阳 对吧 如果说盘中有低点 杀一个低点的话 说不定就是一个大长腿 这种票的话 今天虽然说是一个烂版 但我觉得他人气已经激活了 后期有机会走一个二波上涨 大家是需要特别留意和特别重视 他的优势也很明显 看这里 留存值多少 29亿 对不对 拉起来也是比较轻松的 这是涨了20厘米的 这些票的一个情况 这些票大概率会有资金去关注他 但是重点还是要看一下前期的一些人气票 一些龙头票 比如说像蓝天信息 这个票大家都应该知道吧 它是整个板块的一个前期的第一轮的龙头核心票 再次启动 在上周五他其实就有一个移动了 看下这个分数就知道 对不对 我在前上周五跟大家重点讲过这个票 对吧 周末也讲过 这里是有资金提前进场了 今天直接就高开冲板 那么像这种票的话 是吧 在上周超了底的朋友 可以继续躺赢 我在前面就跟大家讲过 这个高位他要去探一下 他还要去冲 对吧 过去了 他就走 直接加速 没过去 那么你在这前面高位被套的 也有机会解套 我是不是这么说的 大家现在回看一下我前面的视频 讲了这个达结信息 是不是讲的很有理 所以像这种票的话 直接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吃肉的节奏 对吧 这些低点 你去博弈的话 就很容易 因为他是整个板块的一个什么 非常有特色的一支票 除了这些票 前期的一些老龙头票 也起来了 大家看比如说 算楚天龙这种 对吧 但我告诉你 这种就是属于超跌访谈 被动访谈 你去参与追割的话 还是要谨慎 就是说那些已经 过时的龙头票 大家不能轻易的去追高 我们需要重点留意的是他 新龙头 九旗远见 什么意思 九旗远见 大家看 今天是一个明显的龙头 四年版 在上周 我就跟大家讲过这个票 他出现一个放量的 难版 以后 有机会出现一个弱转强 大家看他的分子图 弱转强的话 就代表他方向选择上 所以像这种票告诉你 明天大概率是没有机会上车了 什么意思 正常情况下 明天就要直接加速 暂停 所以明天就是大概率一直版 朋友们 你记住 像这种票 他要不就不会给你机会 给你机会 基本上就是这一波到顶了 手中有票的 在今天这样进场的 就是一个躺赢的节奏 手中没票了 那么大家去参与的话 就要拼谨慎 拼小心的 他应该是直接加速 不会给你机会 给机会 就是进入 套的节奏 还有就是 看这个中国软件 中国软件的话 大家看 前面我也跟大家说过 这个票怎么办 中军 对不对 中军什么意思 就是爬坡的走势 像爬山一样的 爬楼梯一样的 在一路走上 一路往上走 只要他能够守住 这个军架线 守住这个军架线 大家不能轻易的看空 不能轻易的做空 不能轻易的下车 就是这么回事 如果你看懂了 你想想 这一轮中国软件 是不是吃的大众 在第一个版的时候 我就重点分析过这个票 当时我就问 这个票是不是突破 现在走势 这是一个平台 突破以后继续涨 所以我有朋友 正问我的时候 我就告诉大家 这一轮中国软件 就是中军 跟大家说的很清楚 是吧 大家如果看懂了 你就应该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办 从今天来 这个数字经济来看 很强势 权限爆发 所以大家是 重点留意和跟踪的 还有一个分支 也很强 那就是信创 信创是这一轮的核心 大家看 今天再次出现了一个 长阳进攻 方向还没完 还要继续往上冲 所以大家要注意 这个方向 个股的话 后期可能还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幅度 大家看 今天也是出现了多支票 冲击涨停 有20厘米的 很多20厘米的 都是叠加了数字经济 这里我们就不做过多介绍 我们需要重点留意的是什么 是一些今天表现比较强的 或者说一些老的人气票 回暖的票 所以总是 比如说像数字正通 这种对吧 这种票 大家就要留意 刚才说过的 还有就是 看这里 正通电子 这个票也是需要留意的 什么意思 这个票在前期那一波 他是不是走出了一波 强势的一个上升 大家看这里 是不是强势的上升 好 刚好调整到这里 60天线 今天再次启动 像这种票的话 适合做DC做潜伏 什么意思 明天 如果盘中有分时低点 可以去博一下 博对了 他有机会 走出一个 二波的走势 或者说这里有机会 走出一个老丫头的走势 大家看是不是 我画出来 这里是不是像个鸭子头 但如果走出一个老丫头 就是一个进攻的走势 所以像这种票 就大家特别留意 特别重视 可以逢低 关注逢低去留意 去博议 但是记住 他今天有点 是什么 跟风的走势 就说整体来看 属于超跌反弹 还有前期的老人气票 老龙头票 谁啊 金百方 这种票 在前面跟大家讲过很多次 对吧 我在前面跟大家讲的时候 我说这里 这里是前级 第一位支撑 然后他现在走出一个波段上涨 守住有票的 只要他能守住支撑位 守住墙支撑位 可以继续看多 继续躺 大家想一下 如果你在前面低点上车的 他只要没破位 继续往上走高的时候 你现在躺的是不是撞的盘满钵满 只要他没有出现高位放量 出逃 或者说没有击穿 五物均价线 十均价线 这个强支撑 大家仍仍可以看多 大家看一下 在前面 他这里出现一个高位的放量 但是他并没有破位 对吧 在这里 震荡几天后 再次出出一个拉伸 其实他就是一个大波段上涨 也就是他这一轮的强支撑 这样点 其实他这轮强支撑 就在60年线这个位置 目前来看 他已经走加速 那么他支撑就变成了 五二十日均价线 现在的位置 所以像这种票 大家也不能轻易的做空 当然 后期出现高位放量出货的时候 大家就要 什么 就要谨慎了 从今天的盘面来看 信送板块也是多支票 涨停 兴起了一个高潮 所以大家也是需要留意和跟踪的 总之 他们还有上升的预期 好 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